這個是比較型格的Lacetop 我照襯了A-line深藍色的裙褲款 襯了兩款不同的鞋 都是黑色的 全黑戴 黑配深藍 看看自己喜歡哪一個的鞋款 我現在穿的是黑色 手拿著的是雪白色 是一個玩款比較型格的Lacetop 它是一個Double Layer的款式 它底層是一個薄的Cotton料 不是鯉布 是真的Cotton 做出來的層次感就會更分明 如果做鯉布的話 有時候有些部分的鯉布都會透身 這個是Cotton所以比較實一點 保持得起一點的一個單品 這個也是一個玩款比較型格的Lacetop 你會見到它是一個全屍膚的Lacetop 它延伸的部分是Lacetop的部分 長過Cotton的 長過內疊部分的 還有一個斜剪的Lacetop 三腳的部分也是玩多一個Ruffle 就是這樣的效果 三身是這個Cotton 五塌肉的 五塌肉的 它的長度大約長過盆骨 過了盆骨多一點的 這個就是手袖 這個Lacetop是沒有連著的 只是連在那個領位的位置 然後整件衣服去到駁的位置就是這樣 是來一通過的 不會說拉扯的 因為這個款是玩款型格的Style為主 所以跟Lady的造工上就有點不同 這個你會見到是玩一個斜剪的Ruffle 手袖都是玩Layer的設計 這個是Cotton 這個是Layer 是一個網撞網報的Lace 所以它的形比較豐厚 豐盈少許的 更加設合一個型格的氛圍 所以有時候Lacetop雖然 都是一個斯文一點的形容詞 但有時候你看看你自己選取的Cotting 剪材拿什麼的氛圍為主 這個穿出來的效果 都是偏向型格的有Style的款式 我現在搭配A-Line裙褲 比較建議想型格的 搭配這個紳士鞋 比較隨意的可以搭配這個Clip On 兩個不同的配搭 我可以自己選取一下 這個玩款 比較型格的Style 我先換白色 我們會在這裡 再次 再次 这个我没有换到下身,鞋都没有换,让大家看一看换这一边 换了鞋,比较衰事 大家可以看一看,配衬上是这样的颜色,对比会适合一点 换了鞋的颜色 这个是Lady德莱,也有个型格的配衬 这件衣服本身已经有那种味道出来了,所以下身衬不同 就算衬斯文的单品,你都会觉得很有风格 如果你喜欢配衬得再特别一点,我比较建议配衬这个 副款 这个就稍微一点 虽然是稍微一点 逐逐逐 是的,但是呢 我就建议收起带的,差很远的收起带 是的,那就会做回再随意一点,型格一点的颜色 我就建议配衬这一种鞋 配衬型格,口底一点的绅士鞋 就不要衬sleep on 波鞋款,就不要衬 衬型格一点的,那你就可以将 那个氛围,虽然这个是偏向稍微一点的牛仔裤 但也可以戴上一个型格一点的风格 因为这条裤款,它配衬出来的风格 虽然是稍微的 但因为它的裤子真的做得很有自己的风格 那也是配衬到那种氛围出来的 是的 那么,两种不同的味道 这个是雪白色来的 都实色OK 不需要压外带 这个版型也是宽松的 我们计算是这一层 是的,都是宽松的 布料也有弹性,不怕肉 它是一个double layer的款式 那现在这个浅色会容易看一点 是的,那除了一个double layer之外 它是一个斜截的线条 玩一点点,随意一点 不规则一点的层次感 是的,层次感 是的,层次感 后肤也有延长 大家可以去看看 一个lady一些的 或者一个牛仔裤的配搭 出来的观感也很不同 中文字幕——YK